愛情的對 算是愛情的經驗跟每個人在不戀愛的時候都有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那我們兩個切入的角度比較不一樣 對 我的角度就是比較那種 我已經被你傷了很多次了 但是我還是很甘願 因為我覺得跟你在一起那才是愛這樣 我的是前期他是一個很奶狗類型的 就是很聽女生的話 然後導致他都自己沒有什麼想法沒有個性啊 所以只會跟著女朋友想要滿足他的需求 然後到後面他越來越發現自己的個性 自己的想法 然後慢慢的走出這一段 就是不太好的關係 對 就是我前面有說嘛 就是因為那個男生因為女朋友 然後沒有了自己的個性 沒有了自己的溫度 所以感覺就像一個上司一樣 就是你完全就是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空物這樣 你沒有任何情感 然後也沒有自己的生活 對 差不多概念就是 你沒有了愛 你其實跟上司沒什麼兩樣 愛很重要 愛很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